这个小男孩在放学路上被土方车压腿而过 治疗全程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直到他不小心发现妈妈的一个秘密 瞬间就红了眼眶 当13岁的小新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妈妈心疼地说不出话 一直追问医生孩子的情况 医生告诉妈妈 小新的两只脚都完全脱疼 而且脚趾的血运和感觉都比较差 妈妈紧张地问 为了进一步确诊小新的伤情 他被迅速推进了射片室 此时妈妈在外面心急如焚 不安地四处走动 而小新则一直在强忍着连成年人都无法承受的疼痛 他时而用手指紧紧地捏着嘴唇 时而又用牙齿死死地撕扯着衣袖 有始至终都没有哭叫一声 很快小新就被送回抢救室继续检查伤口 当医生解开绷带的那一刹那 紧压着的肌肉突然胀开 小新终于忍不住痛苦地嚎叫起来 妈妈听着儿子的哭声 心里就像是被刺进了无数的刀子 她只能一边无助地哭着 一边又不断地鼓励儿子要坚强 紧接着 妈妈为了缓解儿子身上的痛 她竟然把自己的手直接伸进了儿子的嘴里 即使已经脱套的脚在疼 小新都不忍心咬妈妈一下 看着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母亲 她只好死死地刺着牙 不让自己再叫出声音 妈妈无法替代儿子的痛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她的手 告诉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希望你是最棒的最牛的一个人 把这个病给我弄过去 明白吗 在小新的面前 妈妈斗志昂扬地鼓励着 就像是一个乐观的勇士 而在儿子看不到的地方 她的脸上又会迅速爬满的焦虑和不安 因为她害怕 一旦13岁的儿子真结了志 她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 看着不断奔波的妈妈 小新意识到 其实妈妈并没有她表面上那么的坚强 小新红着眼眶不停地跟妈妈道歉 她觉得自己今天又做错了事情 才会让妈妈现在这么难过 而妈妈则笑着继续安慰 此时此刻 妈妈用笑容缓解着儿子身上的疼痛 而小新也用笑容告诉妈妈 我很好 一点都不疼 紧接着 柔弱的妈妈又化身为不知疲倦的女超人 不断地奔跑在医院的各个角落 去收费窗口缴费 去拿检验单 去骨科诊室找医生谈话 最后又回到儿子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但是 她接下来的一个无心动作 却让坚强的儿子第一次哭了 妈妈终于用豪爽而坚定的语气 打消了儿子的鼓励 但当她去导诊台问什么时候 可以安排手术的时候 逼声的回答却让她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 医院的手术是暂时没有空的 没有空房间很多创伤在你前面去已经上去了好多手术的 原来由于当天的外伤病人多 手术室已经在超负荷运行 只有等空出了房间 小新才能被送进去接受手术治疗 但这个消息对于小新母子而言 无疑是晴天霹雳 已经忍耐到了极点的小新更是在不断地叫疼 而妈妈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一边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 一边不断地安慰着她 此时 所有的人都在为小新能够尽快上手术再努力着 医生不断地打电话催促手术室 妈妈在不停地奔跑着去拿手术所需要的报告 而刚刚赶到的父亲 也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鼓励她 但是 就在妈妈赶回抢救室的时候 小新却再也忍不住了 而无计可施的母亲 只能用双手捧着儿子的脸 不停地自责 妈蠢死了 妈最蠢了 世界上最蠢了 不蠢不蠢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 手术室的位置空缺下来 而小新也被第一时间送进去接手手术 幸运的是 小新最后的手术非常成功 而她也正在休养等待出院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无数的坎 在这过程中 就需要我们像纪录片中的小新学习 也许会痛 也许会哭 但是绝对不会轻言放弃